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各位Music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副总编辑林世瑶 大家好我是Music编辑陈安俊 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停刊之后呢 早上汇报就暂停了一下下 因为之前都是介绍紫本的特契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们的Music Air Read的网站 或是各种社群平台的话 应该就会发现我们每天都有关于古典乐的新闻 所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过去这个月 到底哪些新闻是被大家瞩目的 还有哪些新闻是你应该要知道的 Mudik Read News Top 5 其实这个新闻进到这个top 5 我是有点惊讶了 因为我是觉得有点老生常谈 对 尤其是我们还出过一本拍手的规则 不过当然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 有特别讲到说 那个拍手啊 其实并不是永远都是如此 它其实我们现在习惯的拍手规则 当年在这种贝多芬莫达时代 根本不是这样 而且我记得像贝多芬第一号教掌曲的第二乐章 那时候还一度鼓掌到直接安口一次 现场就是立刻安口一次 大家也不管后面的这样子 以前的规矩没那么多 可是我觉得这则新闻会进到top 5 还是有很标示性的意义 就是说大家真的搞不清楚拍手的规则 尤其是平常比较没有听现场节目经验的 难免会有点疑惑 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 必射出的拍手的规则这本书 我可能可以帮助你了解 top 4 小泽真儿85岁大寿 波士顿特封今日为CG Ozawa Day 这个85大寿是在9月1号 像我之前也曾经在暑假的时候 到访过松本音乐节 它就是发生在8月9月是一个围起一个多月的音乐节很长哦 那有趣的就是小泽真儿生日就一定会落在这个里面 像我那时候有一次也是有去 而且那天的音乐会安排其实是儿童音乐会 演到最后突然 诶 乐团就演生日快乐歌 全场的小朋友帮小泽真儿生日快乐 那天的气氛是很好很温馨 但是今年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松本音乐节没有办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波士顿 把今年的9月1号设为CG Ozawa Day 某程度就是感恩感念 小泽真儿当年在波士顿交响乐团 激荡出了很多的火花 是 我们刚刚看到小泽真儿大寿的新闻哦 但是呢 跟他有点呈现对比的 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状况并不好 他们又宣布在行政人员方面 排员了50个人 当然这个跟疫情是有关系啦 为了要度过从3月下旬开始 起码会一直持续到11月 美国都不会有正常的现场表演 所以他们又裁员了大概3分之1的人 所有的行政人员也都渐行 所以相对来说 虽然有一个Happy Birthday 但是影片的情况 可能并不是那么样的乐观 而且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之前有一些乐团 他裁员是为了让团员可以去领失业补助 但他这次是裁行政人员 对 他就真的就裁了 对 所以你可能不太确定 因为乐团成员一定会觉得 我一定会回来 但行政人员不知道 再来一个Top2呢 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可爱 大提琴加瓦列夫斯卡的 琴千两世元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软的新闻 大提琴加瓦列夫斯卡 小时候他曾经得过一把 小号的琴是个名琴 没想到这个琴后来就被偷了 过了40年 突然这个琴又出现了 瓦列夫斯卡得知的时候 当然他就是先去找到说 对 这真的是我的琴 但是他知道这个琴正在被一个 也是年轻的小朋友拿来学习 就拿来演奏的时候 他就觉得 OK啊 那我也不要回来了 因为当年我就是用这个琴 然后把大提琴学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琴 可以对于一个学习者 很好的帮助 那我干净地继续让他练习 这是个非常感人的新闻 对 而且这个新闻听起来有一种 艺术生命延续的感觉 那最后我们Top1叫做 是真的年轻人开始听古典乐了 这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有一个英国的串流网站 他有发现说 今年开始35岁以下 听古典乐的人口 竟然比过去高了17个百分点 占了全部人口的37%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有点疑惑啦 第一个当然有可能是今年疫情的关系 当然另外一个也有可能就是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会使用这个串流 越来越多使用串流之后 可能本来在听古典乐的人 他就用这个串流来听古典乐了 所以有很多可能性 不过当然我们是很期望 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爱乐者的行列 再来呢 除了这Top5之外 我们也精选了三则 其实你应该也要知道 但是流量却有一点点差的新闻 Mudique Read News Spotlight 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跟疫情也有关系的 老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经纪公司 叫做哥伦比亚 他竟然倒掉了 我当时如果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虽然对于一般爱乐观众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哥伦比亚其实真的是 全世界最重要的经纪公司之一 非常非常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小泽真儿 也是哥伦比亚负责经纪的 随便讲几个名字大家都知道了 比如说Giton Primer 小迪金家也是他们经纪的 已经去世的卡拉扬 也是他们经纪的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也发现到 也有可能 现在古典乐坛的经纪生态 开始慢慢地转变 他可能开始会跟流行音乐一样 走向比较个人经纪的路线 再来第二个新闻呢 叫做争议至今的433 是这个争议至今的433 不是一个很单纯的数字 而是一个很有名的现代作曲家 叫做Junkage 约翰凯奇 之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提出来 是因为他是在1952年的8月的时候首演的 所以我们在60多年之后的同一周 放出来呢跟大家分享 那433这个东西呢 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平常 一段安静 对一段安静 然后呢上去演奏的钢琴家 做点小动作 再又一段安静 那个时候的听众当然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在做什么 可是呢其实这个就是当时Kage的一个 对于新的东西的一个尝试 而且他以某一种不一样的形式 让听众参与到这一个所谓的音乐演奏里面来 因为所有人的声音都成为了这个演奏的一部分 我看过几次433现场的录影 有趣的是大家都会在乐章跟乐章之前才可受 很有礼貌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蛮值得大家来重新的回味一下 因为当时这个东西 出来的时候震惊害死我啊 大家都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谱上面什么音符都没有 结果现在还有人会为了音乐家在台上留白静默 感到惊讶吗 可能未必了 对 所以其实当初Jankage就是提出一个概念 那到了68年后 我们好像大家都已经很习惯这个概念了 可以回溯一下 其实近代的最开始 可能就是这一首曲子让大家开始植入了这个文念 没错 那最后一个新闻叫做古典音乐 其实能为种族平权做出改变 这个新闻呢 其实是一个黑人的智慧家提出来说 在美国的乐团里面呢 其实黑人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少的 甚至于放大到整个古典乐团上面 黑人能够成名站上舞台的量都是偏少的 对那他其实进一步都是说如果今天古典乐团愿意的话 有人大声几呼的话 比如说我就是乐团能保障多少黑人名额 或是说我今年一定用多少的黑人只回家 之类的这样的话 说不定可以有立刻一些比较带头领头羊的效果 这是他的看法 安静其实也有一些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 如果说我们不局限于看黑人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呢稍微转向 例如说我们身在的东亚 或者是身在台湾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东亚的音乐家 在近年有非常好的表现 我们不会再觉得说古典乐团上面亚洲人很少 如果说你放到台湾来看的话 我们可能会发现也许原住民孩子 在乐团里面的人数是比较少一点 没错我们比较少看到 可是这个其实跟黑人的这个情况 有一点可以类比的地方 黑人为什么在乐团里面少 有一部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表现得好 而是他们有没有机会进入这个古典音乐的场域 那之所以造成他们是否有机会 可能跟他们在整体的教育 射精地位上面是不是被平等的对待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从这个根本去看的话 可能才能够推到说 他们在乐团里面的数量 或者是在古典乐团上面的发展是否能够平等 而不是只要求说 我看到乐团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是黑人 那如果这个比例漂亮的时候 我们就说他平等了 这未必 希望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对于古典音乐界新的认识跟新的想法 那么母亲早安汇报下次再见咯 拜拜 今天新版的早安汇报大家还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个赞 或是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么母亲早安汇报下次再见咯